精巧的构图 丰富的色彩 总统府摄影比赛 得奖作品看起来很正常 首奖有6万 但这是一般组的作品 我们来看看专业组的第一名 奖金15万得组作品奖章 第一名作品 持摄影机的人九连作 试图呈现游客的拍摄行为 但几乎是零技巧 没构图的作品 也引发网友议论纷纷 还在PTT发问 有没有第一名的八卦 蛮错的 我刚才蛮错的 怎么说 会以为是骗人的之类 最爱是宇伦节 尊业组优选作品 还包括这张P图连作 6张作品 现兵通通同一张脸 光源也跟现场完全不一样 一排五个人 只有一个人有影子 还有这张相连到天边的复制贴上 更让人印象深刻 我觉得修图可以接受 可是P成这样的话就 比较不像摄影比赛了 有点假 有点假 前三名得奖作品比一比 左边是号称专业组 右边则是一般组 不管是构图或技巧 专业组好难懂 一般组则让人惊艳 相较之下也难怪 网友质疑 一般组比专业组还专业 这第一名是不是仇佣 我会觉得一般组 根本跟专业组比起来 一般组是神等级的东西了 网友更在PTT看 虽然说专业组的专业 跟蔡政府一样 民进党工的韩国瑜系列 P图都比这优选作品还好 甚至连左派审美以及党政 质问都出笼 比赛结果被虚报 第一名得主脸书 发出1600字长文 坦诚接获得奖消息 自己也意外更自曝入境的 有两位是前女友 虽然脸书发出千字文 否认黑箱 但这些争议作品放在这里面 真的对其他摄影师公平吗 民众到总统府打卡时 想到自己的纳税钱 换来这样的结果 不知做个感想 接下来李嘉惠 杨世叙台北财报报道